哈囉,大家好,我是苗司機 欸,哈囉,大家好,我是苗司機 那個分開來計算也是可以的啦 那,好,首先我要先幫Liz講一下 就是Idaidi的運動啊 他是G&B史上唯一一個有 第一個有deadline的計畫 就是他的deadline是明年的五月份 為什麼呢?因為他那個TAE啊,明年五月就要卸任了 所以一定要在那之前做完 好 大家不要鼓掌會站我的時間 OK,那我第一個案子是 IoT空空偵測的DIY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呢? 就是之前曾經 埔里的製救會 他們發了一篇文章說 怎麼好像放煙火比一般的汙染還要嚴重的樣子 那 G&B就說不然我們就自蓋一個儀器吧 這樣,網路上已經有 這些人家推出來的儀器 像AirTesting它的成本 售價是200塊美元 也就是大概6000塊台幣 或者是AirQuality Ag 但是AirQuality Ag 它不能測PM2.5 它只能測M02 跟CO2.1 售價也是196塊 加上AirTesting 所以說 我們必須要 我們的目標就是 要做出比他們便宜 比他們準 然後好用的 香米版的PM2.5的偵測器 那這是我們目前的Fone Cost 就是全部算一算 包括加上 耳氧化態偵測器跟 NR2感測器跟PM2.5的偵測器 大概是 新台幣2000塊左右 如果說你把一些功能拔掉 可能只要新台幣1000塊左右 OK 然後這是一些細項 美美嘎嘎的部分 就歡迎大家自己上Hackpad來看 那 這是我們的Prototype 它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這邊有個水龍頭當比例尺 好 然後這是PM2.5偵測器的一個封裝 它是一個Sharp的DN7C3的偵測器這樣子 那 可能會 有人會問說 這樣測準不準呢 答案是不準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接下來目標 就想辦法讓它準這樣 OK 這是 8月1號到7號 我們在台南側站 台南側站跟台南北區的側點 說出來的比較好的結果 然後藍色這條線是 環保署的線 然後 橘色很好的線是我們的線 那從這邊可以 大家可以看出來 就是它有一些關係 但是我們似乎會把誤差 比如說高的地方 變得更高 低的地方變得更低了 對 那所以也沒有辦法簡單 跑個回歸 幫他做修正 所以說 因為 這個案子是跟 在德國念大器博士的陳永昌同學 還有 就是今天 昨天龍老師跟黃老師也有來 跟我們一些意見 所以我們希望說可以 短期目標做三個Pilot 測試不同的LCD的燈燈 燈燈 燈燈等待的參數之類的 但我們也希望說 如果有人 在座的各位 如果 你們對設計儀器 有研究的話 或許可以一起來參加 可以幫我們照準這個儀器 或者是設計一個更好的更準的儀器之類的 好 然後我們在開放的話 基金會提案 就是希望能夠做十個到二十個Pilot 把他的裝置在全身上下去 好 下一個意圖 OK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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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